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 白浅便悠然地飘到了一棵桃树上躺下小气 哲言看着气不打一出来 却也是无可奈何 而此时在凡间 那悠悠江面上 四族声渐弱 花灯灭了最夺目的光 只留下一些精巧的花灯 点缀着慢慢的江面 凤九在东华帝君怀里睡着了 刚才急斩弹酒下肚 许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又或许是江面的清风吹乱了脑袋 至于怎么就在帝君怀里睡着的 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所谓好雨之时节 今晚的雨大概也有些这个意思 一滴滴小雨点温柔地敲打着江面 怀里的人睡得好像有些不安 东华帝君看着睫毛抖动的凤九 伸出手一挥 一道紫色的光泽后被出现在了那么难天门 是的 大家没有看错 东华帝君双手抱着的 正是青秋女君 帝君白衣圣雪 女君月清的衣裳 似乎要将那淡淡的一抹颜色 揉进帝君的衣裳中似的 交叠在一起 真可谓美轮美奂 不过 女君好像是睡着了 大家看着一身白衣的帝君 迎着九重天上微微的清风 小心翼翼的抱着女君 脸上有一种不可描述的表情 似乎是喜悦 可似乎又想压抑着 朝着泰晨宫一步步走了过去 真是活久见 谁能想到掌握天下生死六道轮回的东华帝君 向来对女仙不多看一眼的 再有了青秋女君后帝君的行为 真是屡屡让人大跌眼镜 不仅仅是攻了仙子们 就连此刻原本黏着成玉的连颂 在与成玉拉扯的过程中 看到了这一幕都惊讶的 久久没有合上自己的嘴 好半嗓才好像是对着身边的成玉问了一句 方才我没看错吧 那是帝君吧 成玉好像也没回过神 虽然他早就料定帝君对凤九一定是有情的 但揣测和真实发生在眼前 还是让成玉难以平静 这不足十万岁的小狐狸 当真是把天地公主给拉下了万丈红尘之中 今日的行为还如此的 明目张胆 莫非帝君和凤九好事将近了吗 初夏的暖风带着些许温润 混着轻微的檀香 钻入太成宫的脚脚落落 丛林端着煮好的茶 跟走到帝君请殿 掐看见帝君的卧榻之上 帝君一袭白衣鞋躺在那里 身子里侧还有一个人 仲林眉眼一笑 拿着茶小心翼翼的退后 尽可能的不禁起一片树叶的样子 太成宫此刻风光引力 丛林将手中的新茶放在六角亭 自己垂着手歪着头迎接着九重天的阳光 四命新君打眼一瞧 道 夕阳无限好啊 仲林道 帝君这几日心情应该很好 四命新君不愧是看惯了人间的情态 微微一笑 道 我想也是 次日 灵鸟的催鸣声在九重天响起 东华帝君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这个裹在云背里睡得安稳的小狐狸 眼角眉梢都是化不开的蜜意 而丛林连续两次都看着帝君和凤九这样的姿势 于是这一次没有捧着热茶的丛林总算是轻装退步 悄悄地退到了寝殿至少十米开外的地方迎接着清晨的雨露 而帝君看着凤九微微的一笑 而后眼神微微朝后挪动片刻后 便轻轻地起身走出了寝殿 四命和众林这两日更是喜气洋洋的样子 这两日太成功简直成为了九重天上的热点话题 虽然大家不敢当着帝君的面说什么 但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的传言或许就会成真也未可知 但这传言让四命新君和众林有些兴奋 心情也非常好 这不 就连看见帝君他俩也是一副喜洋洋的样子 倒是帝君开了口 道 你们俩今日似乎是有些不一样 四命新君虽然觉得这传言会让帝君高兴 可跟在帝君身边这么多年 他是了解帝君的一部分心思的 我们是瞧着帝君今日的心情似乎是不错的样子 也就跟着一起高兴了起来 四命一边拱手一边回着帝君的话 帝君何等人 能不知道这两人定是有什么事瞒着他吗 只是帝君没心思揣测 只在此时对着众林道 去吩咐公鹅熬住些粥什么的 帝君从不喝粥 今日的吩咐 即便是帝君不说 他们也知道是什么缘故 于是 向来稳重的众林先官 会有些蹦蹦跳跳的一位奔走在太成功的各处 凤九的清晨是被一阵香味咬醒的 他明明呼呼睁开眼的时候 瞧着两个公鹅一脸笑咪咪的看着他 手上还捧着干净的衣裳 因为之前也在太成功小住过 所以此刻凤九倒是有些轻车熟路 唯一让他摸不着头脑的只有今日这两位公鹅 那浓得摸不开的笑意了 原本以为这两位的笑意 已经是凤九今日见到的骑士了 可当凤九看到向来板正的众林眉眼间 也尽是笑意的时候 到底是没忍住开了口 道 众林啊 九重天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重林看着六角亭迎着朝阳喝着粥吃着点心的凤九道 殿下不知道 昨日是帝君抱着您回来的 哐浪一声 勺子落在晚上清脆的一声 将凤九有些发愣的情绪揪了回来 凤九道 大家都看见了 大家都看见了 重林远着笑意回答道 大家可说什么了 凤九小心翼翼的试探 大家都说 您和帝君 好事将近了 重林掩藏不住的喜悦 让凤九微微有些发猛 可即便是发猛 凤九的脸上还是有一种发自内心 却让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笑容 帝君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重林和凤九身后 他的角度 恰好可以看见凤九微微凉起的嘴角 是啊 好事将近 可是帝君看起来却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太成功的清风缭绕着凤九的发丝 米洲的温润香气在此时此刻显得格外有烟火气息 一时间他失神 倒忘记了这里是九重天的太成功 是这世间中最不识人间烟火的地方 烟霞漫漫 草掌阴飞 温朗的五月翠令凤九心花怒放 漠然间他想起了月前那一场浩大的婚礼 当时他是碌碌的站在东华面前 是那个在青丘炎华洞 是个足足七万年之久的战神 在那日脱口而出一句打趣旨言 战神说 帝君的小娘子 那日她因为和民愧打架 冲撞了各路神仙 还好有东华帝君在前才得已完全脱身 可那日或许是自己太紧张了吧 在跳下云端的一刻 虽然听见了战神莫冤开口说话 可听的却不真切 又担心越怕自己当时的作为被爷爷训斥 故而再见到爷爷这是顾不得其他 只顾着撒娇装傻蒙混过关 如今想起来 莫冤战神那日说的 好像的的确确就是帝君的小娘子这个说法啊 凤九没来由的笑了起来 众林只以为是自己方才那句好事将近 说到了凤九的心坎上 全然不知这位性子欢脱的女君殿下的思绪已经想到了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小姑娘一旦陷入了甜蜜 并会彻底沉浸在某一个时刻 凤九此时又突然想起来那句 白凤九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 不由的 凤九的脸疼的一下红了起来 那日自己真是太紧张了 居然只注意到了帝君那高冷的声音带着不悦的换他的全名 满心以为帝君生气了 要处罚他 可完全忘记了或者准确的说是完全忽视了那句 谋杀亲夫 白凤九啊白凤九 你怎么可以迟钝到这个地步啊 凤九暗自窥叹 却在感叹之余 无意识地朝着左边瞟了一眼 恰好将那一抹紫色满满甜进了眼中 他对着东华帝君甜甜的一笑 脸上的红韵还未散开 遥遥看着 甜美又妩媚 东华帝君原本有些惆怅和担忧 但就在与凤九对视的那一眼时方才惆怅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帝君走到六角亭 崇林时去的退下 帝君看着凤九 道 昨晚睡得好吗 这一问不要紧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